今天呢 心血來潮 想說我來了解一下自己的一個信用狀態 那信用狀態呢 通常指的就是 例如說我要跟銀行貸款 或者我想要買房子呢 要申請房貸啊 那到底呢 你的信用狀態好不好 有關於你可以貸款多少錢 或者你房貸呢 貸的層數跟利率的多廣 那很好奇的一件事就來啦 我就上網搜尋聯真中心 OK 聯真中心一連上去以後呢 發現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原來從107年的1月1號開始 就是從今年開始呢 你個人去申請自己的一個記錄 信用記錄 每年一次是免費的 那在官網上面呢 聯真中心的官網上面呢 他只能用什麼樣的方式申請 因為這些偏向的政府單位呢 他申請資料都需要什麼 自然人憑證 天啊 這什麼幾百年沒用的東西對不對 每年只用來報稅一次 所以當他到期的時候 我會不會再去申請 沒有 因為呢 他申請還要250塊嘛 那既然 網站上面申請 我現在沒有自然人憑證嘛 那 今天又是假日 中秋連假 可能我就想玩玩看吧 欸 沒想到 他有提供給APP 那這個APP呢 就可以讓你 你就想到 欸 那個這個APP呢 是不是就不需要自然人憑證 因為自然人憑證沒辦法 那個讀卡機沒辦法接到我們的手機上面嘛 畢竟有兩個雙平台嘛 對不對 安卓啊 跟iPhone嘛 所以呢 我就把腦筋動到 手機APP上面來了 我用的是蘋果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就下載了聯真中心的一個 提供的一個 叫做 TWID的一個APP 好 那這個APP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APP裡面呢 你也可以直接用搜尋的方式 搜尋 TWID 這時候呢 把這個APP做下載的動作 那當然啦 我申請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在哪裡呢 第一個地方在我的iPad上面 第二個呢 我可以把它申請在我的iPhone上面 那會不會衝突呢 不會 好 申請完以後呢 我就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呢 當然它要傳送通知呢 我全部都是不允許的 這時候呢 第一件是 它首次申請 輸入你的身份證字號 所以呢 我就把我的身份證字號呢 輸入進去 OK 完成以後呢 我就按一個下一步囉 那老實說啊 我用iPad版的跟手機版的 它的畫面是不一樣 如果你用的是iPad版的 你可能會覺得 這很難用 到底要從哪邊 著手呢 哪邊到底是入口呢 事實上 用手機版的 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第一件事 就是輸入你的ID 第二件事呢 很簡單 它現在呢 有跟哪些機構合作 可以使用現成的一個憑證 例如說你看到像畫面上面的 基本上都是證券公司 所以如果你有開一個證券戶的話 剛好呢 清單是在這裡面的 例如說原付啊 日盛啊 永鋒金啊 永鋒期貨啊 統一期貨等等的 非常非常多的期貨 那我剛好有哪一個 我剛好有台銀證券 那我就按一個確認 這時候呢 它幫你把台銀證券的一個 憑證申請的認證機制加進來 加進來以後呢 你只要在這邊 輸入你自己的一個 登錄的帳號密碼 台銀證券 按一個登錄 這時候呢 它會告訴你說 欸 你尚未申請憑證 因為在這台手機上面 還沒有申請過 那我在哪裡申請過呢 我在我的iPad上也申請過一次 所以在不同的載具上面 它可以分別申請不同的憑證下來 那我就按一個好 進行憑證申請 這時候你看到畫面有沒有 它在申請的一個過程 好了以後呢 它會要你來設定一個 這個憑證的一個密碼 當然 這是一定要設的 設定是為了你的安全 避免你的個資洩漏了 好 設定完以後呢 它就開始幫你把憑證設定完 接著呢 它告訴你說 欸 你透過台銀證 已經把憑證下載下來了 也就是呢 這個TWID呢 它就是可以廣用 現在台灣的證券公司的一個憑證 來當作驗證的證據 它的功效 它的功能 就等同於你自己有一張自然人憑證 只是這個自然人憑證 只能在電腦板上面用嘛 現在你要用手機用 你只要有自然 你只要需要有一張 任何資源的證券商的一個憑證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說 我怎麼知道我有沒有 如果你有開戶 在證券商開戶 而且開戶的時候呢 你是用手機可以下單 原則上 你都會有這樣子憑證的一個機制 或者呢 你電腦板可以下單 他也會有張憑證 所以 只要有任何一家的一個 券商的一個帳號 裡面提供的 你就可以申請這張憑證 所以呢 我就 再按一下 TWID APP 好 那接著呢 畫面出現在要下單 但事實上我並不要下單嘛 我只是要用這張憑證來做什麼 例如說 申請我的延增中心的一個服務 所以呢 我就點上面 點點點 更多服務點點點 點點點你的TWID的選單 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來看我的 我的應用 那這個應用裡面 目前可以使用的有什麼呢 包括安全郵件啊 或者QR文件快驗通 股票 股東 一票通 可能是股 股東投票吧 好 再來有價證券 進價拍賣啊 以及呢 投資人 個人資料查詢 OK 以上 我不知道你都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有興趣的是什麼 個人線上查詢信用報告 第一次是免費 有沒有 所以我就按一個確定 好 這時候是不是 你就會發現呢 在這上面出現的是 你的身份證字號 把你自己的身份證字號 輸入進去 接著呢 憑證種類 是不是 軟體金融憑證 就是我們剛剛的 剛剛 證券公司的 一個憑證 接著呢 把驗證碼輸入 勾選 同意上述 信用報告服務告知事項 再按確認 它就會進去了 例如說 好 接著呢 勾選完最後 底下呢 它也有一些操作說明 那我就直接按登入 好 這時候它就會 要你輸入這一張 我們剛剛設定的一個密碼 OK 輸入進去以後呢 這時候這個選單呢 我們就會發現囉 欸 我之前 歷史查詢紀錄 是不是我有查詢過 第一次是免費的 當然你點選查詢以後呢 它是一個PDF檔 PDF檔 那當然啦 我就不再查詢一次了 畢竟 第二次要費用對不對 80塊 是第二次好像 我們來看一下 查詢信用報告 這時候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點選 第一個 了解信用紀錄 或是什麼 銀行啊 什麼等等 那我就點選查 了解信用紀錄 加查項目 來勾選起來 你會看到一個評分 接著呢 設定文件開啟密碼 要不要設 隨便你 當然我是沒有設的 我沒有設 那你如果想要設 為了安全性 建議各位設一下 因為呢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電腦 又擔心被入侵 或是這份文件被偷走了怎麼辦 被偷走了 馬上你的信用相關紀錄 就被倒走了 那製造報告的類型呢 選什麼 標準版本就是PDF板 PDF板 這很方便的 再按送出 這時候他就會產生一份 PDF板給你 好 那有一個重點來啦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輸入別人的身份證 知道查詢片的信用狀態 除非你拿得到 他的證券交易的 一個帳號跟密碼 裡面所提供的一個 提供的券商裡面 那如果拿不到 當然你無法取得 好 好用的工具 好用的APP 來試試看吧 來試試看吧